阿富汗政权将转移给民兵组织塔利班各国相继做出回应 美英带头喊塔利班政府不是他们想合作的盟友 至于大陆在官方还没正式表态前 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先说了看法 在之前胡锡进曾发表一篇评论称塔利班是中国的朋友 结果底下留言几乎一片倒痛骂 为什么要和恐怖分子交朋友 这不是堕落是什么 难找高级点的朋友吗 为什么要落到和塔利班交朋友彰显外交 不过就在7月28号大陆外交部长王毅 也才在天津和塔利班政治委员会领导人见面 接下来双方会如何互动备受关注 20年前在美国进军阿富汗之前 塔利班政权为人所诟病的 是规定女子要蒙灭又不能读书 现在重新拿回权力似乎有了改变 塔利班在一审新任命的教育厅长公开说 现在女孩男孩都能上学 究竟重新执政的塔利班还会走过去的宗教极端主义 还是改善对外开放的态度 都牵拢着国际局势 TVBS新闻综合不导 请大家订阅按赞分享TVBS News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也请用手机下载TVBS新闻APP 让您随时掌握国内大小事